最近的天氣實在是太熱啦 這時候適合吃清爽消暑的冰淇淋 偏酸的冰淇淋口味最解渴啦 今天來做檸檬香藥冰淇淋吧 獨家添加韓國柚子茶增加香氣 酸酸的檸檬冰淇淋直接吃就很解渴 一想到綠色這種酸酸的檸檬 感覺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一刀切下香氣馬上跑出來 第一步先沖洗掉外面的灰塵 再用手稍微搓一搓 榨汁之前先滾一滾 等效會比較好幾 先把檸檬對半PO一刀 檸檬的綠色外皮也是香氣的來源 把全部檸檬都先對半切 對切完成之後 開始來榨汁 過濾器會把檸檬的籽擋住 這樣比較不會苦苦的 把檸檬的果肉也刮進去 果肉也能增加冰淇淋的口感 接著收集處理好的檸檬汁 這杯檸檬汁感覺就很純 檸檬汁前置作業準備完成 先把檸檬汁倒進來 移用水倒進來 加入準備好的粉類材料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藍歐重頭戲來了 倒進去自兵機準備開始製作 按下自兵鍵開始製作 按下自兵鍵開始製作 冰淇淋整齊排列感覺很療癒 關閉閥門 為了增加檸檬冰淇淋的層次 我們淋上了韓國的柚子果醬 除了讓冰淇淋吃起來沒那麼酸之外 更是讓味道更加豐富 吃完之後混流下柚子的香氣尾醃 檸檬香要冰淇淋的口味變化相當棒 先來歪求冰淇淋自己享用 消暑的檸檬冰淇淋 搭配上韓國柚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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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海香氣更上一層樓 味道更加的美味豐富 還想知道什麼口味的冰淇淋 留言告訴我們吧 冰淇淋 請問一下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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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